Hello 大家好 这一副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副牌 优维精灵的神域牌 这副牌我非常的喜欢 好 那它的牌 我之前有介绍过了啦 但是那时候也是 粗略的介绍而已 那我已经 已经买了差不多一年以上了 所以来来回回看 我还是非常的喜欢它 很少有一副 很少啦 但是我的牌 我几乎都会看很多遍 因为我非常喜欢 这个有磁铁 里面还有一只蜜蜂 这个牌 这个牌在网路上的评价也是很高 用过的人都喜欢 几乎都非常喜欢 那因为这个也是盒子里面的那个线 我把它绑在这里 这样子我可以做书签 好 那上次介绍这副牌的时候呢 我只有介绍牌 我没有介绍书 那这次我们来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少数我认为 guidebook写得很好的书 除了德鲁伊塔罗牌的书 还有德鲁伊塔罗牌 那个作者出的书 还有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 我觉得他是灵媒 他写的书 据他自己说 他在写每一张卡的时候 他都会先问过这个灵 可不可以让我写你 灵答应了以后 他才跟他沟通 这个灵要说什么 所以每一张牌的灵 他都事先有跟他们 征询同意 同意了之后 他才写他 好 那这副牌 他的特色 他就是分成五个 五个阶段 好 这是说 他有分 入口 gateway跟 最后一张是那个 marshin 这是第一张入口 这是最后一张蘑菇 然后中间这些牌呢 有分成 仪式 他有五个大仪式 那每一个仪式 里面有五张牌 好 那那个前面的说明 都有说到 入口的gateway 跟最后一张 marshin 世界牌 marshin 这个蘑菇 算是最后一张 世界牌 好 你看他的 他的 outliers 就是入口跟蘑菇 那他的仪式呢 有五个 好 那每一个 都有五张牌 他的大仪式 好 又 像第一个啊 这个大仪式 有五张牌 然后再来第二个 就是地方 places 也有五张牌 然后这个 trees 根树有关的 有五张牌 跟这个 滑滑溜溜的 这个动植物呢 也有五张牌 然后还有 有翅膀的鸟肋 也有五张牌 然后这个 手工艺品 也有五张牌 手工艺品也算是 法界 他也有五张牌 好 像这样子 然后他还有告诉你 那个抽牌的方法 还有一些牌证的介绍 那他抽牌的方法 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 怎样呢 他会 他会把那个 大仪式的那五张牌 好 刚刚我讲的 那个大仪式的那五张牌 就是你把 入口跟 最后一张 世界牌 先放旁边 然后这个 根啊 或灵感啊 或周遭啊 或时间啊 或星星啊 这五张叫大仪式的这五张牌 那你在 抽牌的时候 你先选一张大仪式的牌 比如说 我要问 明年的人际关系的运气 然后你用大仪式这五张牌 先抽一张 好 比如说 我要 今年2023年的人际关系 我要需要注意什么 然后先抽一张大仪式的牌 然后这张呢 打开之后 你要注意周围的能量问题 周围的能量问题 然后剩下这四张 就是灵感啊 根啊 时间性啊 还有星星啊 好 希望啊 先放旁边 然后这个 才是你的focus card 就是你专注的大仪式的焦点 在你的周围的能量问题 注意你的人际关系 你看 多合适 人际关系跟周围的能量 好 那剩下的牌呢 好像剩下的牌 你就可以 洗牌 然后洗牌之后呢 你就可以问过去现在未来 三种 好 那它没有逆向牌啦 所以你就 不需要在乎逆向的问题 好 那这个是你的focus card 先放上面 然后你再 抽 一般来说过去现在未来啦 那你如果要抽很多张 或只抽一张也可以 因为如果你只抽一张的话 你就 要 专心在那一张上面 那一张你就 没有办法否认它的意义 它就是那样 那三张的话 过去现在未来 你还可以考虑其他的可能 好 那 今年的人际关系 好 我要注意什么 好 建议是什么 我先 我抽两张 一个是注意什么 建议什么 好 今年的人际关系 2023年 你可以眼睛闭起来 然后 哪一张能量最强 好 今年的人际关系 我要注意什么 然后呢 建议呢 对我的忠告是什么 忠告 好 然后抽一张 好 那剩下牌 你就可以收起来了 好 你不收起来可以啊 如果你位置够大的话 好 focus在你周围的能量问题 environment 然后 这是 这是要注意的事情 这是要建议的事情 好 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蛇 Snake 好 那你就可以去查 Snake 这个蛇 是代表什么 那Snake 它是一个代表一个会滑溜溜的动物 那它的意思就是 这边是蛇它本身的介绍 它跟这些神话之间的关系 会带来一些智慧 会重生治疗 或转化 或死亡的秘密 好 这是它的介绍 那下面有三个讯息 就是表示你抽到蛇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 好 那你还是要 注意它传递给你的智慧跟讯息 有一些新的事情 或让你兴奋的事情 正在来 然后第二个讯息就是说呢 有一个cycle 一个循环 一直在重复 好 那你就要检视 你一直在重复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事情是健康的 还是需要被打破这个习惯 你被制约了 或被束缚了 好 还是它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你要检视一下 第三个讯息就是说呢 不要让害怕跟不安全感的控制你 好 那你不了解一件事情 并不表示那件事情一定是错的 好 那这个书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 它后面会留一页空白 好像这个没有留 好像有的 有的卡 它 有的页数 它后面会 它几张之后啦 没有每一张都留啦 几张之后会留一个空白 让你做记录 那通常呢 我觉得它位置不够 我还会准备一本书 好 来记录它的那个排液 或它一些重要的事情 好 这个就是优维卡片 它的玩的方法 好 那还有 对 忘记看 它的建议是什么 这是建议是什么 看一下 这个Moth 这个 鹅 那鹅在那个 这张这个牌的意思呢 大概就是说 好 这个 注意 不要飞蛾扑火 那你的翅膀还没有长印呢 不要那个 冲动行事 好 它是对我的建议 那我基本上 因为每一张牌 都大概知道意思 不用翻书 我大概也都可以猜得到了 好 就是说不要冲动 不要飞蛾扑火 然后呢 要准备好 等翅膀长印了 好 因为它是从咏 到这个鹅的过程 它都是有一个阶段的 慢慢来 好 然后这是我现在抽牌的心情 就是蜜蜂 非常的勤劳 努力工作 OK 好 这是它这个牌的玩法 好 你有个Focus Card 用那个五张的 那个大仪式牌抽 抽完之后呢 其他的牌 再抽这两张 或三张 或五张 随便你 就是有一个Focus Card就对了 OK 好 拜拜